聿修姐妹平安 平安 我不曉得最近有什麼樣的新聞事件 讓我們覺得印象深刻的 是哪一些新聞事件 我們可以說 最近這幾週來的新聞事件 讓我們印象深刻 是從八月以後 八月中就開始的全球舞災 傳到這不太屬林吧 在講台上面說 好像不屬於的感覺 但是別忘了 果散的管理我們的財務 其實是上帝給我們十分其中的 除了全球舞災之外 還有呢 可能我們現在常來 夜市上面有看到的是什麼 跟我們的民生 跟我們的健康 跟我們的生命 或者是地隔熱的疫情 好像一直擴散 不斷地擴散台 甚至呢 還有什麼 甚至是什麼 最近啊 當到了貝貝癢癢的 九三 譬如說全球的影災 應該是我們最近感受到的 新聞 有印象的 對你有感性的事 或者是呢 跟可樂沒有辦法公開 甚至是呢 我剛才講的 貝貝癢癢的 只有九三 九月三號的 閱兵事件 好像福德上市的感覺 這樣的事情 這些新聞 我不曉得有沒有吸引自己 對我來講 什麼事情吸引住 對我來講 可能是在上兩週 有一個新聞是 有一群難民要到自由的土地的時候 然後在中間有一台車子裡面 裝了五十個生命 就這樣子消失了 這個新聞 對我來講 是讓我覺得是病相深刻 甚至他還有像連續舉一盤的 這個 這個 逃難出來的 父親 抱著他的孩子 蠻允許的這個畫面 感動的 甚至也讓我想到說 哇 雖然那五十個的性命 好像是消失了 但是在 有人出國下來的 他們靠著 自己在新的國家 展現出堅韌的生命力量 但是 這個新聞 又讓我繼續很吸引我的事 在這一個禮拜 我就在這一兩天 這樣子的一個新聞 在土耳其的海邊 就有虛擬的難民 一波一波的 到他們想要的自由的國家 歐洲這個地方 但是 就如同我們剛才所講的 這一個小男孩 他沒有成功 在土耳其的海岸 被發現 這一個新聞 更是讓我覺得 哇 同樣都是上帝所創造的 但是卻有為了自由 為了生命的出國下來 卻是有不同的幾況 一個對一個安逸平穩的生活 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遙遠 我記得上個禮拜 在會後小組的時候 文綺有提到 他覺得 像神獻上什麼感恩 哇 我可以在這個土地上 每天很平順的生活 他覺得他很感恩 我很認同他的話 也許這樣的事情 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遙遠的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我們能夠做什麼 我們除了感恩之後 我們能夠做什麼 我們可能是 但是這個世界 比我非常的遙遠 但是我們身為基督 我們可以為他們的生命 來代求 我想要說的是 我們有沒有曾經 為別人來代求過 我們可能可以從 代導這個定義 我們來說 代導是什麼 代導是我們 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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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 我們猜猜來看 是一個在中間 跟去的一個結合 我們可以說 透過這個中間 這個中間者 去跟神去做一個連結 透過禱告去跟神 去做一個連結的行為 其實Intercession 在 西伯倫原文的意思 它是 to meet 相遇的意思 而且這個相遇 是怎麼樣子 它這個相遇是一個 激烈的相遇 而且通常 這樣子的 是用在 是什麼 是用在戰場上面 它藉由 祷告 藉由代求 去製造出相遇的過程 我們可以說相遇 我們剛才講的 有一段經文 有一段經文 有一個畫面 非常地符合 出埃及記的十七章 八到十二節 就是摩西 帶領以色列人 跟亞馬利人 在地埃及這個地方 打仗 這段經文可能對很熟悉的 基督徒都非常知道 摩西打仗的時候 帶領人 不只是 他在前面打仗 後面 紅色的經文 那邊有提到說 摩西何時舉手 以色列就得勝 何時垂手 亞馬利人就得勝 但是怎麼樣子 摩西的手 被發成 所以他們就半石頭 放在他的下面 他就坐在上面 亞倫跟顧文 就扶著他的手 成為他的代導者 我們剛才有講到 相遇 激烈的相遇 代導的原文 其實是相遇 激烈的相遇 這一個畫面 這一段經文 這一個畫面 就足以證明 這樣的事情 亞馬利人和 以色列人的戰爭 對於代導 這一個就是 最好的詮釋 那我們可以說 只有祭司 才能代導嗎 因為這三個 都是祭司啊 救命中 除了這個 亞倫布還有其他的 只有這些人 才可以代導嗎 沒有 沒有 我們都知道 在新約裡面 新約耶穌 已經把代導的事工 交給他的蠻圖 交給我們了 而且拆他的蠻圖 去做代導工人 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我們 可以從 這一段經文 來看到的是說 我們不只被 因為上帝 拆選為他的兒女之外 我們在裡面 是有一個尊貴的身分 在我們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 不是只有 有職分的才是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尊貴的祭司 都是被神拆選的 特別是我們是 在改革中的信仰裡面 我們的 精神的 我們先稱為精神的領袖 他也強調 人人皆祭司 其實 上帝 不是把 代祷告 代導的職分 放在某一些人身上 他放在 普遍的放在 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不只為我們自己 祷告 也為別人 代代求 我們把經文 看到今天這個經文 就是 我勸你 第一要為萬人 懇求祷告 代求祝謝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該如此 使我們可以 敬虔端正 平安無事的度日 這是好的 在上帝 我們救父面前 可謀悅難 就是剛才 畫指示畫歌強調的 他願意萬人得救 尼白真道 我想 在這個經文背景之下 這是一個 和平的年代嗎 叫我 祷告 代求 祝祝 祝祝 這是一個和平的年代嗎 其實沒有 這個年代是什麼 這個年代是 這個年代是 猶太人 受到 羅馬皇帝的 逼迫 大大的逼迫他們的 信仰 在羅馬城當中 但是 奧妙的地方 就在於 保羅卻在這裡 要信徒為什麼 信徒為在上位的 在執政 掌權的 掌權的 腦告 因為什麼 當我們 代求的時候 就等同於 真正去掌握到 這個權力 是上帝的 或是政府的 或是羅馬皇帝的 這在當時 是一個很先進的想法 很特別的 我們看這個 可能會想到說 為萬人祷告 啃求 這大概是一個 很peace的年代 沒有 那個年代 是一個 他們受逼迫的年代 為他們祷告 為他們祷告 是求上帝 運用他的 選筆 來去影響 當時候的 國家 當時候的 政府官員 是他們所做的決定 不超乎政府 不超乎上帝的旨意 在這當中 用禱告 來去做什麼 用禱告 來去影響 國家的正確 因為他們的信仰團體 受到政府 受到皇帝的逼迫 但是 保隆卻在這裡 提醒他們 我們藉由禱告 來去影響 那個政權 甚至去表達說 其實這個政權 是上帝的 真正去掌握權力 是上帝 而不是政府 其實這也讓我們反思 這就是基督的信仰在裡面 因為他們是受迫害的 如果一般屬世來講的話 受迫害的話 還要為迫害我們的人 來禱告 這可能 若不是從基督來信仰 這可能 裡面會有很多的苦都 甚至不健康的想法 心情在這裡面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信仰 跟一般屬世的信仰 所不一樣的地方 同時保隆也說了什麼 保隆也在經文當中 一舉動 你們在迫害當中 你們所要領受的祝福是什麼 所要領受的祝福 是可以讓你們在平安中 來度日 基督的信仰告訴我們 雖然在迫害當中 但是能就有從基督 從上帝來的祝福 在這當中 很多的時候 我們覺得 我們的禱告怎麼樣子 可能覺得我們的禱告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禱告怎麼樣子 可能覺得內容是 很頻發 或者是我們不會禱告 或者是 總是禱告就是 那橙槍亮掉的那個範圍 的項目在這當中 沒有什麼新鮮事的 但是 當我們把我們的眼光 調整在上帝國度的 當中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上帝的屬性有多麼的豐富 上帝所給你的環境 是多麼的好 上帝的信實 是多麼的 一步一腳步的帶給你 在這一個禱文 馬太福音 他們講的 你們要先求 祂的國和祂的義 其他的生活小事 祂通通交給你 但是願意 我們願不願意 把我們的眼光 把我們 祷告的項目 調整為 上帝的眼光 上帝的國度 裡面的 祂所關心的事情 我們來祷告 我們會發現 上帝是豐富的 我們可以 來看一個人 這個是 有的人知道 他是 喬治穆爾穆勒 他是德國人 但是呢 他是在英國 他是在英國裡面的 畢修會 很重要的領袖之一 他在布里斯托蓋爾 孤兒月 那我們知道 他是祷告的勇士 為什麼 因為他 對上帝的信心 還有對 照顧兒童提供教育 會助助 那你說 我們從他的 我們從他的 出生年代 就可以知道 他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年代 他其實他處在的是一個 動盪的十九世紀的年代 我們剛剛有講到 他是德國人 但是他在英國 蓋了 孤兒月 我們知道 當他處在 在這十九世紀的動盪的年代的時候 在他所處的地球的另一端 中國 中國那時候 我們像太平邊 天國的南北的戰爭 在歐洲 他那個年代在歐洲 拿破崙怎麼樣 拿破崙的鐵血政策 已經把歐洲搞得一片混亂 甚至在英國裡面 工業革命 不斷地 雖然提升了一些的發展 但是也壓榨了當時候的社會百姓在當中 俄羅斯 同樣在那個時期 俄羅斯也推行農務的改革 其實可以說 他所在的環境 那個時代的人民是一個 動盪 是一個顛沛 是一個不安的年代 雖然他們 他們英國政府用實民的方式 不斷地拓展 但是 當實民的方式不斷地拓展的時候 其實會帶來什麼 帶來戰爭 帶來人心無法安定的感覺 但是他怎麼樣 他成為那個時代堵住破口的人 如同以希結一樣 以希結是一個堵住破口的人 他用禱告的樣子 他用禱告去經歷上帝的豐富的祝福和拜 以及和上帝應允的信心 我們可以從他的自傳知道 他墓了一個 他自己蓋孤兒院 墓了孤兒院 養了一批上萬名的孤兒院 但是他從來不向人開口去要這個資源 僅僅是用禱告來去成就他所有的事工 所以他成為一個代導的 禱告的勇士 我們從他的一生當中 我們可以去看見什麼 我們可以學習什麼 我們可以學習的是什麼 禱告 當我們代導的時候 當我們禱告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的 不只是生活瑣碎的小象 而是去省察我自己的內心 我所求的 或是傾向我自己的情感 或是外在的價值觀 這是他讓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們可以從他的一生當中 我們學習到什麼 我們學習到的是 他從上帝的話語去尋求旨意 他不用感覺做感覺 他完全是用上帝的話語 來去尋求上帝對他的旨意 同時也在生活的環境當中 去看見 像帝怎麼樣子 為他預備走一條信心的路 在這裡面 我們有 我記得我曾經有提過說 喬治路人有一次 孤兒院沒有食物吃了 怎麼辦 他的工作人員很著急地告訴他 他請師到房間裡面祷告 結果沒想到 讓他祷告完後不久 把車的聲音過來 告訴他們 這裡有麵包 你們需要嗎 為什麼會突然有麵包 原來他家麵包店 突然隔壁著火了 麵包賣得出去 就這樣子 上帝供應他們 類似這樣的情況 在他的服飾 在他一生的服飾當中 有五萬次的經歷 這是我們可以跟喬治路的學習的 我們可以說 我們不只是上帝所造 所繭選的 就如同約翰福音的十五章裡 有提到說 不是你們繭選我 乃是我繭選你們 而且叫你們 派你們去繭果子 並且使那果子藏存 上帝堅選我們 不是使我們就這樣子 成為這樣子 很安逸的基督徒 很舒適 他還把一個 重要的特殊的任務 放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我們知道 我們有很多人 在當中 在團聚 在社區當中 都做了很美好的事工 他派我們去結著美好的果子 以至於他的 約翰福音十五章的時候 提到的是什麼 使你們奉我的名 無論向父求什麼 他就賜給你 無論我們向神求什麼 他就賜給我們 我們可以說 我們從與神激烈的相遇當中 代表當中 激烈的相遇當中 我們會看見什麼 我們會看見 就如同文型上次分享的 哇 他向神獻上感恩 讓他有這樣子的環境 去珍惜自己所有的 去看見自己 去看見別人 比自己更需要的東西 同時也在這個激烈的相遇當中 去看見上帝所示的是多麼的豐盛 我們也可以說 從激烈的這個相遇當中 從代表裡面激烈的相遇當中 我們要看見 我們自己是受上帝祝福的祈禮 一個代表的祈禮 一定是受上帝祝福的祈禮 因為我們在今天的早晨 在這樣的經文當中 看見當時 是猶太人信仰團體所遇見的 也同樣的在我們的當中 刻畫在我們裡面 讓我們成為不只是 被上帝所得救的子民 而且是一個代表的祈禮 是成為一個受祝福的祈禮 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謙選我們又愛我們的父神 向祢獻上感謝 主謝謝祢謙選我們 哄找我們 成為祢的兒女 主也謝謝祢 幫助我們每一天 在祢裡面 因為祢的愛 使我們得著祢的豐富 得著祢的滋養 主幫助我們 在每一天與祢相遇的裡面 主 我們能夠從我們自己所關心的轉向 對這個社區 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世界的關係 主 謝謝 讚美你 因為我們也知道 我們是領受你祝福的祈禮 我們這樣祷告是 奉主耶穌的聖名感恩 阿恩 我們用這一首歌來去回應 主對我們愛 也用這首歌來告訴主說 我們願意成為祂的戲名 和祂的心意 為祂多結我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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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來自的 來到父女神面前祷告 愛我們的父母 就如同我們所唱的一樣 主 願祢的愛自己吸引我們 讓我們快跑的來跟隨祢 主 謝謝祢 願祢的愛 竭盡我們 讓我們跟隨祢 活出被祢更新 活出祢所喜悅的樣式 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面 在祢永恆的國度當中 活出祢美好的心意 我們在這裡 求祢使用我們 拆遣我們 我們這樣祷告 使共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Amen